湖北省危险委金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18号零时至24时 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693例 其中武汉市1660例 全省新增病亡132例 新增出院1266例 截至到今天零时 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为61,682例 其中武汉市44,412例 全省累计治愈出院9,128例 累计病亡1921例 目前仍在院治疗为43471例 尚在接受医学观察为68345人 疫情形势正在进一步的出现向好变化 昨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与高点相比 2月17号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首次降至2000例以内 湖北省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首次降至100例以内 全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 首次降至100例以内 实现了三个首次 而不少省区市最近出现的确诊病例 单日零新增现象 17号贵州 辽宁 陕西 吉林 宁夏 青海 西藏 澳门 报告零例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吉林连续两天 宁夏连续三天 青海连续12天 西藏连续19天 澳门连续13天 无新增病例 全国疫情防控正在取得时效 但是当前疫情变化情况仍然是很复杂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昨天表示 武汉必须把新冠肺炎患者和其他人分开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和流感病毒分开 否则人传人不会停滞 在全国呢 现在总的大家看到整个有个这样的下来的趋势 在武汉不太明显 起码顶多是持平的 但是武汉是关键 80%的病人在武汉 95%以上的死亡病人在武汉 或者武汉周围 所以武汉呢 现在看起来就真正的这个停止人传人呢 还是一个进行室 也就是说如何的把好这个正常人和病人分开 这是一 第二个把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病毒分开 这是二 这两个问题非常迫切 前天一则上海据说有医院把全白费的病人放回家了 连疑似都没有报的微博贴文 引发网友关注 记者向上海市卫健委了解 上述信息不实 警方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找到发布人陈某 女37岁 根据调查 陈某承认自己将道听途说的不实信息 添油加醋之后在微博上发布 目前此事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 上海多家医院关闭了部分诊疗操作 存在交叉感染风险的手术和高危性科室 但是对于肾功能衰竭肿瘤 以及其他需要维持定期治疗的患者 提供不间断治疗 而病房手术眼下也正在逐步恢复中 在人际医院门诊大厅外 设置了铁马栅栏 测温填表预检后患者才能挂号 除了开放普通门诊外 对于心血管科等就诊患者偏多的科室 专家门诊也已开放 另外我们现在的病房和一个手术 也是在逐步正常的恢复 现在我们的日手术量 也能够达到150态左右 我们在保证员外的同时 我们内部资源进行了调整和整合 而我们的重症医学 我们的急诊 以及我们的发热门诊 都是能够有充足的医疗资源 来保证我们内部的需求 在日常诊疗中 血透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一般每周要进行 两三次血液透析治疗 自身免疫力较低 而且血透病人在做透析时相对集中 有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交叉感染 为此人际医院血透是严防严控 保证全体血透病人的正常治疗 医院门口不是有一道关吗 他们这边还有一道关 所以应该是比较放心 在周浦医院内 后台可以实时看到 每个科室的后诊人数等数据 方便院方及时做出调整 目前全市2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已全面开诊 满足居民基本医疗健康服务需求 我们现在住院的病人 是平时住院病人的50% 然后我们的门进诊量 也是三分之一超过一些 那么整个次序是紧然的 在疫情防控的一线 很多人都在夜以即日的奋战 同时也面临着感染风险 昨天武汉武昌医院发布消息 医院院长刘志明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当中 不幸染病 经全力救治无效 于当天上午去世 享年51岁 武汉市卫健委昨天发布公告 对刘志明的不幸去世 表示沉痛哀悼 疫情发生以来 刘志明同志带领着武昌医院 全体医务工作者奋战在抗疫一线 为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抗击疫情 很多人无私奉献持续的奋战 有人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日前全国复联做出决定 追授三位同志 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市卫健委刚刚通报 昨天12到24时 上海市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疑似病例26例 无新增确诊病例 截至今天零时 上海市已累计排除疑似病例 1880例发现确诊病例333例 目前137例病情平稳 14例病情危重 4例重症 177例治愈出院 1例死亡 上有127例疑似病例 正在排查中 再来关注一下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而被隔离在日本 恒滨港的钻石空主号邮轮 日本厚生劳动省 昨天表示 邮轮上已经有2404人 完成了病毒的检测 昨天新增确诊病例88人 总确诊病例 已经上升至542人 而算到今天 邮轮上的所有人 已经隔离了14天 因此病毒检测 成阴性的游客即将下船 预计今天 约有500人下船 昨天 日本厚生劳动省透露 目前邮轮上的所有人员 用于检测 新冠肺炎的样本 已经采集完毕 今天将有约500名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成阴性 且没有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过的乘客 从钻石公主号邮轮 或准离开 其中许多人是日本乘客 离开邮轮的人 届时将乘坐公共交通回家 但他们首先会被相关车辆 载到车站等地 预计21号 邮轮上所有人将下船 在钻石公主号上 目前有352名香港旅客滞留 香港特区政府决定 将派出两架包机 接载他们返港 包机最快将于今天抵达日本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邮轮上的香港旅客返港之后 必须进行14天的强制隔离 已经确诊的21人 暂时不会被安排回港 而在日本当地医院就医 韩国总统专机空军三号 昨天下午抵达日本东京雨田机场 接回韩国公民 截至当地时间18号晚上11点 日本国内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616例 这当中有多名出租车司机被确诊 出租车司机确诊牵连了很多人被隔离 其中包括了一名共同社政治部 承担首相官邸采访任务的记者 而另外一名出租车司机的确诊 更具有这个戏剧性 因为他是在接受采访时 接到的确诊电话 这可把采访他的记者吓得不轻 共同社称居住在日本旗域县的 一名60多岁的男性包车司机 于16号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他在1月底至2月初的4天里 曾为共同社提供包车驾驶服务 在这期间 共同社先后有10名工作人员 搭乘过他的包车 包括一名共同社政治部 承担首相官邸采访任务的记者 相关人士透露 这名女记者是负责采访首相安倍晋三的 这一消息让记者协会都感到惊慌 一位负责采访首相官邸的记者表示 首相官邸采访记者不仅负责采访首相 也负责采访秘书官 万一传染了秘书官 也有可能传染给首相 记者会上现在大家都开始戴口罩了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 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确认此事 并表示自乘车至今 共同社的10名员工 多数已经度过了两周隔离时间 且均无发热等症状 菅义伟表示 作为政府会根据报告内容 采取妥善应对措施 日本TBS电视台的一名早新闻的男导演 也在采访途中遭遇戏剧性的一幕 15号 他在GR品川站附近搭上了一辆出租车 因为此前 东京有一名出租车司机确诊 他曾经在乌行船上参加新年会 而后会上多人被感染 这名电视台导演 就开始跟司机攀谈起新年会的事 巧合的是 这名司机正是那场新年会的参与者 这名司机与最初那名感染者 在新年会上仅有一桌之隔 前一天 他刚去品川区健康中心 做了新冠肺炎检测 可是话音未落 司机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正式来通知他 已经被确诊 男司机边说边主动后退 走到车子的另一侧 拉开与男导演的距离 采访就这样终止了 但采访已进行了50分钟 得知接触了感染者之后 这名男导演 在时隔离在家 还未出现相关症状 随着感染者数量不断上升 日本政府计划开展 艾滋病药物治疗新冠肺炎的实验 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开始限制公共集会的规模 同时呼吁学校和公司配合 让需要休息的民众 能更容易请假 首相安倍晋三也呼吁民众 尽量不要外出 新加坡卫生部昨天晚上发布公告称 当天新增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81例 此外当天又有5人痊愈出院 治愈人数达到了29人 昨天新加坡公布一项 8亿新加坡员的医疗方案 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另外提出56亿新加坡员的两项计划 介意因应疫情对就业及生活成本的影响 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 在发表年度预算谈话时表示 鉴于当前经济状况 不会在2021年按原定计划 调高商品及服务税 由于预期疫情将会对经济造成冲击 新加坡已经调降经济成长预估 显示今年有可能陷入衰退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达美航空17号表示 最近一架从夏威夷谭香山市 飞抵日本鸣鼓屋的班机当中 有两名日本乘客被确诊 感染了新冠肺炎 当地媒体称 这对60多岁的夫妻 于2月6号搭乘达美航空611班机 从谭香山市飞鸣鼓屋 此外这对夫妻3号 也曾搭乘夏威夷航空HA265班机 从卡葫芦伊岛飞到谭香山市 目前两家航空公司 都在主动的联系 相关班机上的其他旅客 并且采取了必要措施 确保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